为了帮助土城区安和国小弱势学生 土城金城里每年都举办了爱心义卖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年 参与的人数一年比一年踊跃 礼上的婆婆妈妈们也特地从菜市场 绕来礼办公室购买爱心米 礼长林明皇表示 现场一共准备了300包米 而义卖后的3万元所得也都全数捐出 针对这所得部分全部给安和国小 作为我们那个孩童 弱势孩童的那个营养午餐部分 然后呢这里是由民间团体来赞助的 所以说也真的非常感谢民间团体 跟我们的所有志工来协助 还有各里民的帮忙 林理长的义卖活动受到许多民众热烈的回响 许多家长带着孩子一同前来参加公益 用身教为孩子树立最好的示范 而安和国小家长会长黄家文 不但代表家长前来感谢民众的爱心 也用行动支持里长的善行 我们很感谢里长 因为他这两年有办这个义卖的活动 那有款项会到学校 帮助我们学校比较弱势的小朋友 那我是代表学校家长会 那很支持这个活动 所以刚刚也在现场也 我们也购买这样子 然后实际上我们帮助我们的 需要帮助的小朋友 尽量就是能做得到的话 就尽量做嘛 我们是一般老百姓也是 公益活动的帮助对象为安和国小的弱势学生 会将经费运用在学生的课后辅导 紧急支出以及营养午餐等等 而本次爱心物资 也是由民间慈善团体所提供 里长也感谢各界的协助 让爱心活动能够圆满进行 中佳新闻林凯军土城仓报道